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已经到达了司令台上 现在要亲自检阅盛大的四强游行的队伍 今天参加大会的除了全国各界代表海外侨团25万人以外 同时还有来自世界各国专程来祝贺我国国庆的各国政要 以及各国驻华的使节代表团 我们现在看到是大会的群众 他们分别组成了双十的图案和六十八的字眼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第一梯队 他们是在宪兵部队机车连的前岛之将 显得威武和雄壮 这四个大室是由政治作战学校同学所操作的 显示来自世界各国的贵宾和全球华侨代表 跟我父亲接力去博上下的 今年鼓劲在这里祝福中华民国六十八年的国庆纪念 在游行队前头的指挥官负责这次游行的指挥 随着指挥官出过的就是享誉中外的三军一队 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正式成见的博法 严重的冲农向大学观指挥 在敌队的前岛下的三军一队 他们提着非常整齐的政务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 那就是我们的核心 這是百軍儀隊, 捏白的軍服, 漂亮的鋼盔, 接下來是禄山隊。 接下來要通過的是國旗隊, 這就是巨服的國旗隊, 他們是由政治作戰學校同學所持戶, 後面飄揚的國旗隊伍是由勢力體專的同學所組成的。 我們知道國旗, 它是由千千萬萬劣勢的鮮血所繪製的, 我們以它為榮, 我們也願意再把熱血砸滿江河, 讓它永遠在祖國的大地上飄揚。 緊接著通過的是由台北勢力商專同學所組成的國父一項隊。 我們知道國父領導國民革命晚四十年, 這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 也正昭示著我們能知必能行, 萬徹時鐘必定能夠使專同學所組成的總統蔣公一項隊。 各位觀眾,我們今天在這裡慶祝國慶, 不要忘了他老人家留給我們的遺訊, 更願領導的精神跟我們長相左右萬古長心。 這是由軍事學校跟基馬代表的指揮車, 在集隊的引導之下通過主機環。 我們知道現在陸軍軍官學校, 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 始終是建軍的骨幹, 做革命的尖鋒, 相信在未來反共復活戰爭當中, 這一群黃埔子弟, 必定能夠重振黃埔的聲威。 黑白分明的制服, 也正象征著海軍官校學生, 明是非, 變身大義, 威武的步伐, 更代表著海軍健兒。 陳長峰是空軍軍官學校, 我們知道空軍官校是監總統蔣公, 秉承國父航空秀國的一致, 所親自創建, 到現在已經有五十年, 曾經培育了無數卓越的空軍軍官, 創造了犧牲奮鬥的箭條精神。 主戰學校的學生隊伍, 這些生活在呼興當上的革命兒女, 所接受的是文武合一, 數德堅修的教育。 主戰學校的教育。 各位可以聽到, 居樂聲現在已經加快了腳步。 在分裂室當中, 男聲是每一分鐘要求是108步, 女聲呢, 每一分鐘要求是136步。 他們現在正以小外部通過主席臺, 向我們敬愛的總統直進。 花木蘭隊每次在慶典活動當中, 總是最搶鏡頭的一支美麗的隊伍。 是金馬前線自衛隊的女生自衛隊。 他們也踏著和政治作戰學校女生中隊的一樣的快活。 。 金馬男自衛隊。 這支男女民眾自衛隊。 他們在敵人炮裹下成長。 現在各位所看到的女藝警中隊的隊伍, 就是由中隊長, 也就是台北市議員楊黃秀玉女士所領導的隊伍。 。 他們穿著皇子的 接下來是軍訓學生標語隊 美女是一所非常優秀的高中學 學生們也都 據說必須要學業和品德的成績 要達到一個 他們能被選為參加今年的自強遊行的代表 也都感到是無上的光榮 參加過萬國博覽會 深受世界友邦的讚譽 今天呈現給各位的是代表大學專科高中女生的四個軍備 學生軍訓主要的目的是在灌輸學生現代軍事的常識 堅定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的五大信念 高中隊成功中學師資好 教學設施齊全 採肆育病重的教育方式 有學生四千多 各個都很用功 也是高中軍訓教育的夥伴學校 越隊的速度加快 將要通過主席台的是實踐加磚隊 這是一支美麗而雄壯的隊伍 實踐加磚的創辦人就是謝孫孫東銘先生 這支美麗而光彩的隊伍 由106位學生做組成 他們的服裝是由實踐加磚服裝設計科為他們特別設計的 他們被選為今年全國大專女青年的代表 實踐加磚隊現在通過主席台向總統致敬 今天的自強遊行隊伍的第三個梯隊 第三個梯隊 增進國民生活 擴大憲政功能 確立聯能政治 現在通過主席台的是師大附中的樂隊和儀隊 師大附中設備也非常的完善 校風也很純 現在有學生四千多人 四千多年 小岩 大附陽 大附附岩 열 大附附 goodbye democracy 小岩 佳高 Loch 大附附岩 大附附岩 大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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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革命之母 我们目前有两千多万的侨胞 散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 他们虽然身在国外 但是却心在祖国 从每年他们不远千里而赶回来 参加国庆的这种热忱 就是血肉相连 四海归心的最好的名证 在中山女高乐队后面的 将要出现的是 反攻议师代表队 提的是今年专程回国来参加 双十国庆活动的侨胞男 达到两万多人 现在是反攻议师代表队 他们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暴政压迫之下 投奔自由祖国的 他们壮烈的行动 再一次提醒我们 今天 景美女中已经有十七年的历史 学生有三千多人 人人都说景美女中的学生 特别有女孩味 这是因为学校除了学业之外 更多美女中的音乐 舞蹈 总是非常出色而引人的 景美女高的一队 现在宗教代表队 七大宗教 他们分别是 道教 礼教 宣言教 佛教 唯教 基督教 和天主教 那么在我们的国度里 是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的 中国主持人是台北市商的乐队 台北市 公立商业学校 他们今天 除了担任双十作业以外 这支一队和乐队 在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庆国庆的实况 出了国内 使世界上每一个自由地区的国家人民 都能够和我们分享 我们庆祝国庆的愉快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体育代表队 通过主席台的是进修女中的乐队 在进修女中队伍之后 通过主席台的是劳工代表队 现在是接受国庆的炮乐队 我们今年的双十国庆的各项活动 竟然是本着隆重热烈节约的原则来举行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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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热烈地展开了庆祝国庆的筹备活动 宏伟的总统府今天布置的 全国各地就热烈地展开了庆祝国庆的筹备活动 宏伟的总统府今天布置的更是古色古香 华丽而庄严 在各大都市的重要街道呢 也都搭建了美丽的牌楼 家家户户走悬挂国旗 到处洋溢着一片渤海层翻的热闹的景象 不但是国内的同胞这样的庆祝 旅居在海外的侨胞 也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我们一样的欢庆国庆 现在出现在镜头里的是农民代表队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后备军人代表队 他们代乡是良民代影是良兵 这充分说明了我们的侨胞越是在国家多难之秋 侨胞的心越是救国 完结反共的热血行动的表现 更令我们钦佩 别感动 优优道 现在是大安国中五号乐队 即将通过主席台 这是一区非常优秀而可爱的青年学生队伍 他们的古号声可以说响彻云霄 透人心血 由宪兵队伍来担任的 四强游行 到此告一段落 各位观众 我们庆祝双世国庆 实在是具有多重的意义 不仅是带给我们节日的欢庆 也使我们得到了责任的启示 行动的鞭策和成功的鼓舞 蒋总统金国先生在今年的双世国庆文告当中 招式我们 今天我们在此庆祝六十八年的双世国庆 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决以无比的信心和勇气 不顾一切内忧万患 本着国父和总统蒋公领导国民革命 艰苦卓绝的精神 团结子强 为消灭共产暴政 光复大陆 统一中国 奋斗到底 战斗到底 庆祝中华民国 六十八年双世国庆的大会和子强游行 到这里已经圆满完成 至于全国各地 以及海外华侨热烈的庆祝国庆的情形 我们中华电视台将在今天的各节新闻节目当中 为您做详实而快速的报道 欢迎您按时收看 现在蒋总统离开了大会会场 全体与会人士都起立鼓掌 恭送蒋总统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的敌人共匪的暴政还没有消灭 我们国家民族正面临着更严厉的考验 而迎接这个考验的重责大任 正落在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身上 相信凡是有血性 有正义的炎黄子孙 必定能够勇敢地承担起来 勇往直前 为达成反共复国的目标 奉献自己的一切的力量 今天的转播工作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国庆假日愉快 中华电视台记者孙国旭 在这里和您说再会 谢谢 中文字幕——YK